商务部要求及时投放肉类蔬菜等生活必需品储备 补充市场供应 大陆商务部一号晚间这个通知来得突然 让许多大陆民众吓了一跳 因为一反过去要大家不要囤物资 反而是鼓励家庭要储存一定生活必需品 满足突发状况 但又没仔细解释 因此不少人解读要打仗了 还有大陆民众认为就是要对战台湾 特别透过微信和台湾朋友打听消息 民间的讨论热度到隔天还持续发酵 使得大陆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赶紧发文评论 不相信国家会透过商务部对外释放 民间需要抓紧备战的信号 依他来看是要缓冲季节性灾害 造成供应紧张的常备能力 因为大陆从9月下旬以来 北京 辽宁 内蒙 山东 河北受到极端天气影响 降雨量大增导致蔬菜价格飙涨 10月北京菜价涨幅高达50% 全大陆涨幅达到16% 同样因为受到天气影响 让不少民众受到惊吓的 还有大连这起突发事件 大马路上浑浊的水从地面往空中喷 形成巨大水柱 高度达到20公尺 街道雾气弥漫 地面很快形成积水 官方初步调查一次供暖水管老化 才导致大马路出现巨型喷泉 TVBS新闻综合报导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